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租车司机刚把顾客拉到车上就问了他想要去哪里 没想到顾客直接说了一句并遗管 一下子吓得出租车司机冒了汗 这不是撞了鬼了吧 所以他就赶紧让顾客下车 钱不要紧命没了要钱干啥 司机大喊着开着车跑了 而顾客却正好掉在了一个井里 不知道谁学得把井盖偷走了 他一下车就掉了进去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还有我们的男主小波运气更加不好 男主小的时候由于意外被雷劈了 这导致他脸部的神经受损 再也不会笑了 能在雷劈之下活下来的就不错了 出来男主命也硬 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 他俩也是依靠着祖上留下来的棺材铺维持生计 但是母亲也不想儿子是一个不会笑的人 所以他总用一些偏方给儿子治病 直到母亲死去都还是认为 儿子是因为祖上做这孩的原因 所以现在一直比较倒霉 所以他就嘱咐儿子 以后千万不要再做有关丧事的事情 母亲也是用心良苦 男主被雷劈这件事情 他的亲舅舅非常的内疚 在男主的母亲死去之后 舅舅就负起了照顾男主的责任 可是没想到的是 刚离开自己家的棺材铺 男主就跟舅舅来到了殡仪馆 看来小伙子这一生都逃不开这个命运了 本来男主脑子就受过刺激 他看着殡仪馆里面的各种东西 脑海中就不断的出现各种恐怖的事情 再加上同事还戏弄他 男主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他在这里认识的负责火化的王师傅 还认识了遗体化妆师小白 刚开始男主面对这个职业 还是很害怕的 作为从村里出来的孩子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 一上台就开始抖腿 但是舅舅因为临时有事 所以这个活他就负责接 没想到当了两回还上瘾了 他渐渐熟悉了这个工作 他帮着舅舅安抚失去家人的家属 在台上主持起来有模有样的 连舅舅都对他刮目相看 毕竟刚开始只是让男主试一试 没想到他能做得这么出色 男主本来喜欢上了小白 小白竟然也不知道怎么的亲了他一下 这一下子让小伙子春心懵懂 不但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竟然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看来当初来城里没错 但这一切都是男主的想象 小白的男朋友来找小白 并且向小白表白了 男主瞬间猛逼 本来以为妹子是跟他走的 没想到别人先预定了 小白也辞掉了殡仪馆的工作 跟着男朋友离开了 负责火化的王师傅 有一天把一个没有人认领的遗体火化了 谁知道人家的家人竟然找来了 真是尴尬 既然是没有人认领 为什么火化的人就来了 这家人当真是不负责任 经过这件事情后这家人想要告殡仪馆 而殡仪馆的负责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打算把王师傅辞退 而且王师傅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是他舍不得离开这里 原来是王师傅的妻子死了之后 深爱着他的丈夫并不愿意离开他 所以就私自把遗体调换了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妻子的遗体留下来 得知事情的后果 王师傅感觉自己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于是就打算吃药自杀 然后把自己和妻子锁在了同一个冰柜里 他觉得只要能和妻子在一起 什么都无所谓 而男主和同事想要救王师傅 可是没想到却被垫闸给垫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被垫闸垫了还能活着 看那激烈的火花 这一般人都得死 就在他们醒过来之后 却发现王师傅竟然也醒来了 他说里面太冷了睡不着 看到王师傅没事 男主肯定非常高兴 这垫闸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子把男主垫得好了 男主的面部神经又恢复了 裂开了自己的笑脸 可是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舅舅竟然得了癌症 男主非常伤心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舅舅坚持让男主把王师傅的妻子的葬礼主持完 之后王师傅带着自己妻子的骨灰离开了 他想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去世界旅游 过了半年之后 舅舅终究还是去世了 影片的最后 男主站在舅舅的坟前 现在的他会心地笑了 他非常感谢舅舅 因为舅舅交给了他很多东西 他也放下了很多 原来他以前背负的东西太过沉重了 一个人的逝去并不是只能让一个人伤心 另一个人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才对得起生命的逝去 这是舅舅交给他最珍贵的东西 他不能够一直沉浸亲人死去的痛苦中 一定要走出来 把活着的人铭记在自己的心底 这样才算真的对得起他们 男主最后已经打破了诅咒 内心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心里笑了比脸上笑更加美好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